平川说电竞,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在EI地图上 兽族和暗夜精灵之间一场比较有意思的比赛 对阵双方分别是出身在右边红色的兽族Cash 以及他的对手是出身在左边蓝色的暗夜精灵选手Foggy Foggy相信大家对他都比较熟一点 当然最近你要是经常看环境联赛比赛的话 应该知道Foggy这一名欧洲选手 Foggy的话在欧洲应该是排第二 就除了Happy他基本上谁都能够锤一下 然后Foggy最近一两年在我们这边环境联赛也打了蛮多比赛的 在这边算是学习了很多新战术 我们看他这一局怎么发挥 一上来Foggy首发的是KOG 这个打法还是比较常规的 兽族这一边呢首发的是剑圣 那剑圣的话稍微有一些落后 按道理应该去出先知 好一上来开始造了一个商店 应该是练完这个怪 就直接买药膏 然后去看暗夜精灵这边怎么发展 好弓箭手把怪勾出来 大树站起来配合练击 看一下双方第一个宝能摸出什么装备出来 剑圣即将出身 一出身赶紧追着这个大胖子去砍啊 好KOG打了一个加三的戒指 算是一般般吧 看剑圣这边能摸出什么宝来 看取这一名选手其实也不弱点啊 在欧洲兽族也是排前三的选手 剑圣打了一个加速手套 那这一个装备前期对于剑圣来说还可以吧 咦KOG想和剑圣正面高吗 我看到兽族是单地洞跳板 咦招两个小数人去骚扰一下 往里面跑 好看到KOG一直在旁边 那兽的应该放下一般来说要放下两个 对放下两个地洞 因为以往万一一个被拆 另外一个能够及时建造起来 否则如果只造一个的话 很容易造成一个事情 那就是奥本可能这个地洞还没好 咦我们看一下这个 Foge这么凶的吗 一上来把分框放下来了 这个打法有点像Moran啊 Moran就是这样啊 前击进攻 然后自己分框先开着 是吧 然后前面进攻的差不多之后 一个单船到分框这里 练完之后继续去骚扰 好 剑身好像预感到了什么 咦你这个KOG不练几吗 有问题啊 然后赶紧来雇佣兵营地 看一下没有 那去看一下分框 咦这边也没有啊 你看这里 这里 看到了 你不得不说这剑身还是有两下子的啊 好我们看到这个剑身开始砍了 KOG赶紧出来救啊 赶紧回来救 但是快要造好了 好像来不及了 剑身稍微晚了一点 好生命之术建造成功 拍一下 拍一下 那剑身打不过 赶紧撤 那剑身性命放荒呀 这个生命之术的照好了 分框要开起来怎么办 好先把这个KOG 不让KOG去练击 注意的KOG砍 这边女猎手到了一个 女猎手吸引一下剑身的注意力 哎呦这剑身还走砍啊 砍一下走一下 砍一下走一下 修操作呢 但是前期这个操作 哎 真是好好看 没啥用 我们看一下 现在双方科技 暗夜 二本升了一半 兽足的二本已经升好了 毕竟兽足是单 单地洞速科技 好 现在兽足 最大的想法就是 不让暗夜在这里开分框 最起码先不让你练掉 是吧 我拆不掉 你不让你练可以吧 好 我们看一下这边 Fogi干坏事了 直接放了三个TP 在兽足家里 等兽足在专心 防止KOG练击的时候 开框的时候 家里已经偷偷在种这个BP了 现在剑身心里是想 我很成功 我很厉害 我至少阻止了你 是吧 好长时间开分框 那你二本 那你二框 成型的晚 科技又蛮 那 胜拳在握呀 这个剑身下 你看 我这边还秀了一个操作 一个反补 一不厉害 是吧 夸夸我 KOG又有一个馋 这个大忌股就要被交代 那剑身 好 剑身带着自己的小歪过来了 那么这一波 这一波KOG赶紧跑 我给打不赢 交了一个回程 那剑身心里又美了 看吧 是吧 把你打TB了 盛世在握呀 现在瘦人应该知道 暗夜应该在练自己的分框了 过来拆一波 同时 不忘了让自己的小歪练一下 练到二级 然后剑身过来 好 能不能强到 好 剑身心里想 我看你这个框盖子缠不起来 你这二框也开不起来呀 但 此时此刻 三个BP站了起来 我感觉看到这三个BP的第一眼 瘦人肯定脑袋都要崩了 这剑身还在这呢 哎 这暗夜的套路也太多了吧 好 分框开着 二本身着 这TR也在进行着 好 二英雄 那嘎 这一波非常凶 分框开着 TR进行着 科技也没有耽误 这Forge这么强的吗 我记得Forge 打Happy也是没什么机会 没想到Forge 打其他的选手 打其他的欧洲选手 这么游人有余吗 就是摸也不能这么秀啊 感觉真的就是 哎 随便信手捏来是吧 来了三个套路 这收走就被打碰了 你看这分框 不要说分框了 你连前面 三个BP都处理不了 我觉得这个战术 大家可以学一学啊 去天梯上用一用 看能不能成 感觉很像虐菜一样 好 那家 那家被对方给击杀 那现在兽族想尽全力 先把对方的英雄给打没 但是自己这边损失也很大呀 这三个BP一旦站这里 真的是天神下凡一样 连框都踩不了了 这怎么打 人家双框 我现在零框 怎么打呢 更糟糕的是 4K 还把这么多小精灵 拉了过来 爆掉小歪的蓝没了 剑胜也空蓝了 我这一层血 好 幸好地动 地动 钻前去还能设一下这个BP 但是这个小精灵来了 但是这个小精灵来了 一直在修 这个经济迟迟不能运营啊 再拖下去的话 是吧 结局丝毫不会改变 只会让暗夜的优势越来越大 小白好不容易磕了一个药 直接被打断 好 这个地动也被打掉了 现在说完想造这个投石车 看投石车能不能把这三个BP给处理掉 一直没钱了 一直没收入呀 那家也复活了 那家在这里思考人生 又造了一个BP 四个BP过来 一个车子好像砍不了呀 有点凶 而且健身现在才一级 你敢信吗 打了半天健身一级 暗夜KOG都三级了 分框开好了 BP造好了 你健身才一级 我希望最后健身能升到二级 好 这边 暗夜的车子也来了 那车子对摄车子 这个投石车还是不错的 处理掉两个BP 但是对方车子也来了呀 怎么打 好 小歪小歪小歪倒下 那健身也不远了 商店还没有造起来 健身 健身一丝一血 健身走砍一下 那加一个冰箭 再来一个冰箭 好 健身倒下 那 兽足 打出了祭祭 我们恭喜Forge 哇 我们Forge在欧洲也是这么强的吗 开着分框 T2也没耽误 科技也没耽误 这样轻松加easy就赢了 好 喜欢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